身 bend 哈囉大家好 Change 剛看了這個 開頭耳膜還受得了嗎 今天我們要講的 challenges 就是 Mission住這個遊戲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 周边服务能力 物品筛选器的效果 首先如果你没有使用物品筛选器 地上会是一堆垃圾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如何规划自己所使用的过滤器 筛选的物品很重要 特别是在你前期要过滤道具 搬砖发大财之类的手法 那剩下的部分 当然是选出自己喜欢的音效 这个调整的内容 其实是有一点点复杂的 所以我前半段会先从原理开始讲起 那如果你受不了原理那么复杂 而且我觉得绝大多数的玩家 应该也是复制别人的过滤器在修改 而不是自己从头开始做起 那你也可以从中半段开始看起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你要如何使用过滤器 目前用过滤器最快的方法 就是去官方的天梯 去跟随别人的过滤器 像我就是有追踪NeverThink的过滤器 它在每个版本都会推出新的做法 那过滤器本身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们挑其中一个版本 我们点一下复制之后 在官方这里你会看到一长串 像是记事本一样的内容 紧字号代表忽略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下一些自己的注记 不会被写入过滤器本身的一个程式语言当中 那顺便说一下 你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计算回圈 或者是要做bug的 什么程式语言撰写器 那个过滤器的感觉就是一层一层堆叠你要的东西 然后过滤下去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秀就是展现出什么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给自己的注解 然后告诉你这边需求是什么 连线啊需求啊 然后物品是怎么样加上一些颜色的表示 那如果你本身是使用一般的输入法的话 会用三原色的比例来决定 你的那个道具掉落什么颜色 简单来说你设计起来会很复杂 而且可能会东漏西漏的 我们一路的往下拉 你会发现写了非常多的语法 到了下面之后会出现一堆HIDE HIDE就是隐藏 一样这边是说明 把你在中途当中不需要的东西 道具给隐藏起来 就不会在你的地面上显示 除非你按下ALT键材能够把它们显示出来 好那我们讲到语法更深一层的部分 你在官方这里就有关于物品筛选器的所有东西 他这地方每个都有跟你们详细的说明说 你要怎么写 然后照他的语法该怎么做 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像是这里的大语跟这个符号中间 需要各一个空格 否则那个过滤器无法读出你要的语言 那为了排版顺畅的话 通常我们会分间隔 比如说这是一个需求 然后后面的是一些后续的下一阶层的写法 还有一些数学公式等等等等 好你看到这里一定会崩溃 对不对 因为要设定的东西太多了 我跟你们说完全不要去管这些东西 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过滤器的东西 我们只要一个就好了 就是去下载别人的过滤器做一个使用 那在每个过滤器你要自己修改的话 也建议看一下各个版本雕像 在这个编年史当中给大家的一些意见 那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追随过滤器 如果你真的是想不开要写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把英文跟中文都要对照好 强烈建议用英文去写 因为英文国际符跟台符都可以用 你可以把国际符的过滤去套用在台符 只是可能会有一些语法的问题需要去修正 没机会有些bug OK那这些东西会还蛮复杂的 包含了路径 然后说明标示 物品基底等等超级麻烦 那个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像是 class是那个道具 比如说那个东西双手武器 单手武器还是什么的 那还有一些是这个类型 那就是基底 基底的话像是这里的初制弓 或者是各种不同尺碎的弓的基底 技能宝石的也是一样 那class是主动技能宝石 总之这里面要学的东西 如果你看不懂 然后去改过滤器的话会很崩溃 所以建议大家 你真的想要学的话 把这些内容都读通之后再去做改变 好那我们刚讲完了 它当中一些很复杂的编写方法 那要如何的用语音呢 语音的部分其实比较简单 在最下面 如果你说neversink的话 你可以使用标题一模一样的方式 去把音效档案套用在这里面 然后把它套用在这个过滤器的档案本身 我们本身会有一个过滤器的资料夹 一般就在mygamespass of exile里面 你们可以输入各种的过滤器的名称语音在里面 那当中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们先下载neversink的过滤器 或者任何你想要的过滤器 先放到一个资料夹里面解压缩 然后你把你需要的过滤器再把它拉出来用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资料夹 第一个游戏是读外面的这个资料夹 为什么还要保留一份在里面 是因为你可能在修改的时候 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就可以把删掉 直接拿里面的东西 从原厂修复回来使用 OK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简单的改音效啊 改过滤器的内容 这个答案也是有的 一般的玩家在改这个的时候 会使用一些类似 那个记事本一样的方式 去开启档案改它 但没有人会真的想开记事本 因为操作起来很复杂 可能会卡顿lag 而且也不好去找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会用一些比较边转 过滤器的一些程式 如果你不是什么超级专家 我建议使用的过滤器边转程式是这个 这个Filtration 那使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把它下载起来 在这里有一个 Setup点开来之后 把它安装起来 你把它打开来之后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程式 那首先是左边这几个 它是一些过滤器的东西 如果你要用的话 我建议把三个都开启 然后点文件 打开你的文件档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各个过滤器 我们把过滤器的档案 它会花一段的时间 把你的过滤器给汇入到这个里面 那为什么我会说 这个东西比一般的程式写法 来的有效率很多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把这里面的规划做得很好 而且可以从旁边搜寻 各个基底啊 珠宝啊之类的 它都有排行告诉你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的数字去找 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些特定的东西 对照着前面这边说到的一些物品基底 过滤基底 来做一个搜寻 那我们假设我们今天要设定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然后这个简单 先从通货开始说起 那我通货这边已经有稍微修改了 如何做修改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最高级的通货页面 点进来这里有一个客制化的声音 那我这边已经客制好了 如果你本身需要再做别的客制化 有一些方法可以做 那我这个档案已经先改了两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有客制化之后 你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转换规则 然后把它点下来 那上面有些很复杂的叙述是包含了 比如说这个框框的颜色啊 然后背景的颜色 我们今天如果点一下 它就会更改我们所需要的形式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回去 改成你任何想要的形式 想要的颜色这边都可以在做客制化的一个练习 那语音的部分呢 要怎么从这里拿出来 这里有一个客制化的音跟取消语音的东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之前没有修改过的 它的内容是长怎么样 一般情况之下呢 它会 我把这里说 小道上不能连续这么拉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有一个播放警戒的声音 它没有任何档案 就是直接拉这个过滤器原本附有的音效 那我们要弄新的音效的话 就是把它关掉 然后从这里客制化点下去 那我们就可以从客制化的档案当中 选择你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先用这个15号 只要把音效过滤起来 放到这里面的档案 你就可以使用这些音效来贿赂里面 让你客制化你所有凋落物的音效声音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先这些东西 它的细节在什么地方 首先它这里有一个显示 然后阶级跟一些额外的说明 这边都可以再做额外的补充的内容 好那这个地方是基础的说明 包含了边框颜色声音该有的设定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里面的物品 有哪些东西 以及它的颜色详细设定 然后这边比较多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里面再输入你所要的通过 或者是额外要设定的同样的东西 那一样就是基础的基底 然后其他的类型之类的 所以我们单纯从这里帮你分类好的地方 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归类跟分化 不会让你的脑袋直接要爆炸 所以这个软体真的很赞 那它当然还有一些额外的运用 我先来说一下 大家可能最需要用到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这边一样有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一开始设计你要把主音效跟物品筛选的声音都要拉起来 然后物品的筛选名单要重新赌取 那我们今天换到了第五个阶层做一个使用 我这边重置 我这边从头到尾设计给大家看 那你会发现第五的阶层跟其他的阶层不一样 我们这个会筛选这样 然后音效是原本的嘛对不对 好我们这边把它打回来 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想要在第五阶层的难度之下 减知识卷轴跟传送卷轴该怎么设定呢 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玩家会需要用到的一个设定 那我们一样开启了这个过滤器第五阶层 首先我们先一样点到了这个通货的页面 通货页面呢音效的部分我们来设定一下 刚还记得是路西亚咆哮声音嘛对不对 那这个是原本设定 我们把原本设定给卡掉 然后一样这里客制化警戒声音掉落声音 我们这边拉选项 那这里的话我想要设置我自己录的声音 没错你可以自己录一些很羞耻的声音 自己当成过滤器都没有问题 好这样就设计好了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通货问题 要怎么样把它丢回去呢 往下拉到这里 它有一个基础类型 这传送卷轴跟知识卷轴 我们把HIDE改成SHOW这样就好了 之后文件来直接储存档案 轻松搞定 让它转圈圈 转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游戏页面里面继续做使用了 那这地方一样 回到游戏页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是到设定的这个地方 过滤器一样 找到我们的第五阶层 我们已修改的那个过滤器 按下重新载入 记得一定要重新载入 确定物品筛选器有没有成功 好有了 然后这两个都有掉落了 好这就是一个示范 那当中还有一些比较注意的点 就是你每一次去点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确保物品筛选器会独取成功 如果里面语法有出现错误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造成过滤器怎么样都弄不好 那我之所以不推荐用记事本的方式去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很可能会漏掉一小点 虽然它会告诉你第几行第几行 但是对新手来说 还是蛮麻烦的修改语法问题 所以还是建议用这种比较方便的软体 就可以帮助你修改你要的过滤器内容 好那延伸说明一下 我刚刚讲到那些很油的语音是怎么录制的 这个录制方法也很简单 你先找一个方便录制的一个软体 然后点开你要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这边开始录制 我们随便设一个档名好了 那我们这边开始录音 好我们这边直接停止 这样就录好了 超级快速 所以我觉得这个软体还不错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在这个 过滤器油油的这个地方把它打开来 开始录音 对就是这样就录好了 所以很方便 你把它档名改完确定好之后 就丢回过滤器这边 你就可以有你想要的客制化语音了 好那这个过滤器该有的内容 我觉得是还蛮复杂的 因为它设定的内容其实很多 但是它都帮你分类分好了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因为我相信绝对多数的玩家 要的就只是 比如说我特定比较稀有的道具 改个颜色改个顺眼的 那也有可能是 我想要减一些 一些基本的通货 比如说我在高等过滤器 我还是想要减传送卷轴啊 或者是还想要减那些 那个该怎么说 磨刀石啊 你突然想要减磨刀石 或者是需要磨刀石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把过滤器做一个修改 好的呢 差不多就是我今天介绍 过滤器该怎么改的 一个基本的影片 希望能帮助到 大家都能选择到 自己喜欢的语音 也可以找到自己 想要的过滤器写法 参考别人的在做修改 就可以很轻松的 搞定这个问题 好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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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